帮你读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的呢 是有关最近日元一直贬值 还有新台币一直贬值这个议题 4月28号我们看到日本银行日盈 经过两天的决策会议之后 决定继续维持所谓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这个事情呢其实跟全世界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我们看到全世界很多的银行 其实最近都在提高利率 不过日本这个日盈的总裁 这个黑田东彦他特别公开说 现阶段呢他觉得 日本的经济状况呢 其实没有想象来的这么差 所以日元的贬值呢 其实对整个日本的经济或者产业反而是好的 所以看起来呢 其实他对于所谓的日元下跌之间议题呢 其实看的没有比经济衰退来的重要 也就是说他觉得日本经济 其实很多的东西方方面面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需要有不同的一个看法来做 那当然同时呢 日盈呢也对所谓的通货膨胀有了一些预期 譬如说他觉得呢 其实通货膨胀在日本呢 其实有可能到1.9%左右 其实还是符合日盈希望定的框架就是2% 那另外呢 日本的经济确实有可能稍微往下 所以他觉得明年可能会 从今年的2.8%跌到1.1% 那明年可能会更低 不过呢经济衰退呢 如果能够透过所谓的货币政策 他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正面 所以这一次所谓日盈宣布的这个数据呢 主要是把短期利率维持在负的0.1% 然后呢把所谓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维持在0的水平 那同时呢他希望 宣示所谓无限量的购买 所谓的日本的这个政府公债 然后呢让所谓的日本公债殖利率 不要超过0.25%的一个界限 所以看起来哦 日盈其实对于日本经济的一个 这个performance呢 他基本上还是有点担心 那对于日元来说可能短期之内 他就不会过分的干预哦 那同时间在4月27号 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首相哦 所谓的岸田文雄宣布6.2兆日元的一个纾困刺激 代表其实日本也有日本的问题哦 不过随着美国开始把这个利率哦 往上升 甚至包括所谓宣布货币紧缩 其实很多的资金都往美国去跑 所以日元的这个下跌的压力呢 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日本的媒体哦 所谓现代business 特别去宣布 他们觉得其实日元有可能扁破130哦 那所谓的对美元130这个数据 其实是过去22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数据哦 那当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 但是呢 所谓的现代business特别提醒日本 如果日元继续贬值 有可能它的GDP总值会 被意大利跟韩国超越 就会成为G7里面最贫穷的一个国家 所以日本这一波操作哦 到底对日本是不是最好的 其实众说纷纭哦 不过呢 我们也知道日本有日本的问题 你比如说日本过去很多的消费者 他基本上呢 是觉得反正通货膨胀不会来 反正有通货紧缩 所以呢 很多的商品不会涨 不过最近我们看到最有趣的 就是日本的Losan哦 他有一个所谓的炸击哦 也涨价 那这个对日本人冲击很大 因为过去20年 这个Losan卖的炸击 从来没有涨涨 所以呢 其实日本确实有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那经济衰退会不会来临 我们当然还要看很多的变数 因为全世界都有各种不同的乌云 跟阴霾存在哦 不过日元下跌呢 其实台湾这边也有异曲同工的一个情况发生哦 因为我们看到今年1月哦 所谓的新台币兑美元呢 其实来到了27.45 接着呢 俄乌战争2月24号呢 出现了28 然后到4月11号灌破了29 现在甚至在29.4左右哦 所以新台币频频下跌 包括台湾的股票市场 也碰触到了16000点的一个临界点 那还有包括我们看到很多资金外流 所以新台币跟日元在现在整个亚币来说 相对是比较弱势的两个货币 所以现阶段呢 我想哦 日元跟新台币可能是 如果对外汇操作 或者是平常在投资的时候 有在注意外汇市场的 要稍微谨慎一点点 那美元当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哦 因为除了升息之外 美国的经济相对来说 全世界也是最好的一个国家 那欧元的ECB哦 现阶段呢 它其实还没有真的很明确的一个升息的迹象 甚至呢 它的利率相对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欧元看起来呢 其实还要观察一下下哦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台湾很多人在观察的 人民币哦 我们当然知道中国最近的经济内有外患哦 尤其封城完之后呢 其实中国政府压力也很大 所以人民币的6.6的这个临界点呢 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不过短期之内 我觉得人民币应该还是走弱的哦 走弱的哦 那日元下降呢 可能唯一会比较高兴的呢 是随着所谓与病毒共存之后 可能很多台湾憋了这么久了 也在想说 那我要到日本去旅游 如果你是短期专注于去旅游为主的话 现在倒是入手日元的蛮好时间 但是我还是要再次强调 如果你是以投资的角度 在看货币的话 其实日元你就要谨慎一点点 总而言之呢 其实所谓的全球会被进入经济衰退 或者日元贬值 日本的经济怎么样 其实还有很多的变数是要观察 不是单纯说 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所谓日盈的态度 日本首相的态度 或者人民币日元新台币的走法 我们就可以判断 这里面还包括所谓的通货膨胀 包括俄乌战争 包括中国的经济未来会怎么成长 包括所谓供应链锻炼的情况 能不能疏解 都是要观察 总而言之 2022年绝对是一个 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的一年 除了方方面面 我们平常注意的经济指标 有关日本的变化 也是我们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 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日元下扁的一个议题的讨论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 还没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视YouTube见